姐妹们 军训的时候就不要再去用什么挂钵风扇 腌下吸汗铁 防晒喷雾 卫生巾鞋垫了 我怀疑推荐这些东西的人根本没有军训过 这些非但起到什么作用 反而会让你的军训成为噩梦 精致的猪猪女孩我呢 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一样 我觉得军训真正能用到的好宝贝 说不定还能够让你在军训的时候收获桃花哦 第一个重中之重就是防晒 我求求你们真的挺下手中的防晒喷雾吧 那些东西对你们军训根本就没有任何作用 还是要老老实实的擦防晒最靠谱 我自己用了那么多防晒 从里面挑了一款 我觉得最适合你们军训用的 这个毕柔防晒霜是我之前去三亚厦门 都没有怎么晒黑的原因之一 防晒指数SPF是50加PA指数4加 视地也是清爽不粘腻 就像乳液一样一下就推开了的 关键是它便宜大碗用起来不心疼啊 两到三个小时补一次就够了 非常推荐你们要军训的姐妹去使用 第二就是腋下止汗 那些什么腋下吸汗贴的 我真的怀疑你们完全没有精训过 你们替正部我趁着是这样摆手的时候 你们不会觉得贴的东西在下面很不舒服吗 总觉得这个位置夹得点什么 我个人还是更推荐你们去买这种止汗走珠 书奈这款止汗走珠 是我迄今为止发现所有里面最好用的 没有质疑 洗完澡以后或者是在集合之前 就这样轻轻地在腋下滚两圈 它们能够保证你们一天的干爽 真的超级推荐 赶快给你们班的男同学 每个人都背上一只安排 接下来这个就是脚臭客心 别再往你们的鞋垫里面垫卫生巾了 真的啊 军训结束一拖鞋 整个脚底全是那个面穿 我想想都尴尬的扣出两室一厅了 你们去买一罐这个老奶奶去脚汗粉 非常省事 直接咬一双倒在鞋子里面摇晃均匀 就算你踢一整天的正部 你的脚依然不会出汗 很干爽的状态 不会闷出任何的汗臭味 第四个好宝贝就是腿部舒缓神气 军训半天玩以后 真的比我穿一整天的高跟鞋都还累 腿酸到第二天根本爬不起来 所以每一天你们结束以后 一定要充分的去放松腿部 之前就给你们暗头安利过的 这个失望的修足时间 一袋里面有很多贴 每天拿两张贴在你们小腿肚的位置 一边凉凉的特别舒服 能够很有效的环节 你们一天下来以后的腿部不适 第二天大家都面如此灰 就你一个人还荣光焕发 你说怎么一般的男生不看你看谁啊 最后再来给大家分享几个 军训作弊神气 拥有它们轻松实现热空调在军训 小灵铜灰的衣物冷感喷雾 这是专门喷在衣物上的降温神气 里面雾状的冷却成分 能够马上带走热量 尤其是当一阵风吹过来的时候 你整个人就觉得凉索索的 还有这个必柔的冷感降温湿巾 而且全身都可以使用的 休息的时候就拿出来擦擦你们的手臂啊 腋下啊 脖子上 你就会觉得瞬间清凉了好几个度 并且我还买的是白桃味的 闻起来真的特别像 男生靠近你说话的时候 就能隐隐约约闻到一股水泥桃味 让他忍不住想要多跟你说几句话呢 再来一个退烧贴 牵在脖子后面就能够吸走热量 被吃个五六个小时是没有问题的 其实是四十度的军训天也不带怕 好啦 大家也不要过于的抗拒军训 毕竟啊 一年一次的全年级的人都在这里了 多去瞅瞅周围有没有符合你心意的男生 说不定这就是你脱单的一次好机会呢 我们拜拜